大家好 我是蠻谷的妮娅 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要换一个比较漂亮的像这种捏金袋 因为第一个就是拍照当然比较好看 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在使用上面 会比这种传统的不会去压你的耳朵 或者是你戴起来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然后大家会擦那个呼吸管的时候也会比较好擦 因为这种原本附的这种会动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你在擦的时候可能会角度比较不对 所以我今天就教大家来换这个面镜袋 通常你买到面镜袋的话会有一条这个袋子 然后它会附上这个绑绳给你 今天用的话就是我们先准备我们的面镜 我拆面镜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袋子跟面镜分开就可以了 那我会建议这个面镜拆完之后还是把它的零件都放好 就是以防万一哪一天你要把它换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用 然后我们现在要换这个面镜袋 就是你先把这个通常我们这个扣子的地方应该会朝外 就把它放到你的面镜上面 然后这个绳子啊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它穿过你原本穿面镜袋的这个地方 你的面镜要换这个袋子换到这边 然后我会建议就是再多穿一圈 因为有些人会直接打死结 但是打结之后我会觉得它活动上面可能会没有那么好活动 所以就是再把它穿过来一圈就可以了 穿完样子大概会像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稍微稍微留一小点点的空间就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打死结 把结完之后你确定就是你不会再把这个拆掉了 或者是你想让它更老阔的话有两个方法 就是当然就是把多余的地方剪掉之后用这个打火机杀 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用三秒胶 三秒胶把它固定黏死就可以了 那你在使用上面就比较不容易会掉了 就是这么简单咯 那我就把另外一边也穿上 在留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穿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平整 就是它有点空间可以这样调整 这样子就是好完全的样子 就是这么简单啦 大家回去都可以试试看咯 拜拜